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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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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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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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出任理事長一職 本身就是足球員出身 盧昆山在上任後立刻推行的許多新措施 包含的定出2038年要讓台灣打進世界杯會內賽的大方向 雖然這個目標有人認為只是個口號罷了 但先從最根本的基層左手跨出第一步 也許這個理想真的不是夢 好 謝謝 長期來講我是希望台灣能夠往職業化來發展 那所以我定在2018年台灣能夠職業化 那在短期來講 第一個是要先建立起我們國民對於主體發展的能夠成功的信心 因為過去來看是人家覺得這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覺得要讓他認為是可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從國家隊做去 國家隊必須要某種程度的進步 讓人感覺到有希望 這個是首要之一 也是我們足球最重要的產品 2011年7月3日 中華足球代表隊 在2014世界杯亞洲區會外賽中 踢出了台灣足球史上最扣人心弦的一場比賽 雖然最後被馬來西亞 以客場錄球數較多遭到淘汰 但是台北田徑場的激情業 超過成千上萬的球迷進場 確實讓台灣足球注入一股大大的搶心針 而台灣足球在這場比賽後 出現嶄新的氣象 除了邀請韓國籍總教練李泰浩 執掌國家隊冰符 要帶給台灣不一樣的足球觀念外 空缺已久 負責執行各項事務的靈魂人物 秘書長一職也終於找到適當人選 國內體育科系畢業 常年旅居國外的王曉勳先生 在年初返國時看到足協在報紙上的招兵買馬 立刻攔起他的雄心壯志 具備外語能力與廣闊國際觀 加上一顆愛足球的心 當他在與理事長會晤後 一拍即合接下這個總折大任 其實都是有被感動到的 因為這次世界盃跟之前奧運比賽 我們都去看嘛 那也知道現在的理事長 他一定是成功企業家 然後這樣子一頭砸進去足球的發展裡面 讓我們這些真正受過體育的訓練 然後畢業之後事實上去走這個外商機構 這樣的人我們感覺到是 有點覺得 慚愧啦 我覺得也許我們體育界出身的人 應該是也要多花一點時間 在這個足球的發展上面 雖然過去在國外每天穿著西裝 在外商公司上班 但是王秘書長的生活 總是跟足球脫離不了關係 擁有英格蘭足球總會裁判認證的他 回到寶島後也觀察到 如果台灣想要成功發展足球 建立起完整的清訓系統 也將會是最大的關鍵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還有就是未來的國家隊 5年 10年甚至於15年以後的國家隊 因為我們基本上希望 將來達到一定成績的話 現在就要往下扎根 所以這個就回到了這個清訓 把最好的教練 最好的教材安排下來 給這個最有天分的小朋友 基因方面的訓練 這個要不斷的去加強 但是基因方面的訓練來講 又牽涉到說 你要有足夠好的基層 才能夠冒出那種真的夠強 夠有天分的基因 所以這個是要牽涉到基日塔 底端的這個社區的基層的足球的推動 這方面我們也不斷的希望說 能夠跟體委會跟體育師 一起來合作 從最基本的方面來做 然後再把基因冒出來的基因 一個一個把它再帶上來 雖然台灣足球勝地 中山足球場已經走入歷史 但是為了2009年世界運動會 所興建的高雄國家體育場 卻可是個意外的收穫 可農納五萬多名觀眾的國家體育場 是目前台灣唯一具有 必法認證的比賽場地 場地之完善 也讓足協在最近逐漸將許多賽事 移至南台灣舉行 當然深接台灣最頂級足球賽事的 城市足球聯賽也不例外 自從上個賽季開始 已經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賽事 都在這裡舉行 邁入第五屆的城市足球聯賽 也連續兩年引進了電視轉播 為了就是要讓台灣足球 爭取到更多的曝光機會 而艾爾達體育台連續兩年都不缺席 更在今年創下現場直播的新舉 透過高畫質的轉播技術 把這群熱血男兒的奮戰精神 忠實呈現在國人面前 再交給了城隆隊選擇攻門追求進啊